单约测试做一下 所以单约测试 GVT跟之前是一样的 我们就不再做对了 单约测试其实主要测的是什么 你像S的功能和回复功能 这个都是前端的 这个没法测 我们这门课也不是说重点做前端 我们需要测的就是那个 S的列表 就是我们保证的这个 首先我们在后端来说 我们保证数据证明和接口正确 这样就行了 前端的东西我们先不管它 我们先不测它 其实前端的那些 比方爱见面的东西 也不是很好测 OK那我们就按照之前的逻辑来 这个单约测试吧 我们首先呢 要把TESUZINFOR 这两个Cookie 我们就更新一下 重新登录之后 它这个Cookie可能会变 大家在执行测试之前 一定要去更新一下 张三的Cookie我们更新一下 张三的Cookie 完成之后呢 是里四的Cookie 更新Cookie的方式 跟之前也是一样的 从留言全部直接拷就行了 好保存一下 完成之后呢 我们直接在空中台里面 我们先去跑一下这个用力 先去跑一下各个用力 看看能不能成功啊 现在我们什么都没写 好那没问题啊 没问题 应该也是没问题啊 因为我们没改什么东西 那至少证明我们写的代码 不会影响其他的代码 那我们看一下怎么测啊 就在这个TESTUZINFOR 文言家里面 有Litioner Test 这里面我们当时是测那个什么 关注和取消关注的是吧 那我们看一下 比如说张三关注的李四 然后获取李四的粉丝 应该有张三 再往下获取张三的关注人 应该有李四对吧 取消关注 那我们可以在取消关注之前呢 我们加上一个叫获取艾特列表 比如说张三关注的李四对吧 张三关注的李四 那我们应该可以获取什么呢 就是获取张三的艾特列表 应该有李四 这个没问题对吧 张三关注的李四嘛 也说跟这个获取张三的关注 应该有李四是一样的 只不过这个是职业查询的方法 接下来我们要查询一个API 对吧 那首先呢 我们要获取一个 我们是通过API的形式来获取 这里面呢 我们通过resout 复制成 await 然后server 方式跟这些一样 叫get 通过get来获取 API user 叫做get at least 大家记得这个接口吧 就当时我们做的这个接口 然后呢 set cookie对吧 张三获取 张三去取 那肯定是要弄张三的cookie 好 然后 这样的话 这个resout里面呢 应该是什么呢 resout里面应该是 这个list 就是at least 应该直接在resout .body里面 因为我们要求这个API 反复的就是一个数组 对吧 所以说这个resout.body里面 直接是at least OK 那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就是const has username 就这么写吧 就是是不是有理事 at least some some item 通过判断 因为at least 是所有的列表 对吧 at least有个格式 比如说它的每一项 它的每一项 item 它的每一项 应该是个什么格式呢 我们之前也说过 它每一项是一个 比如说叫 尼称username 这种格式 对吧 所以说我们要判断一下 怎么判断呢 就是returnitem.index index of 横杆 空格 然后加上什么呢 加上 理事的username 大于零 比如说 我们就看一下 这里面 我们是不是能 取得到这个东西 因为横线空格 加理事username 对吧 就如果能取得理事的这个东西 如果它是理事的话 那我们通过理事 用我们去拼这么一个东西 也就是说拼这么一个格式 跟渠道 那说明是对的 说明是对的 所以说这个 如果是这么做的话 应该是个tru对吧 所以就expects has username .to be true OK 这应该没问题 张三观众理事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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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是有理事的 对吧 好 那我们就写完之后呢 我们就test一下 稍微等一下 应该很快 好 没有问题啊 没有问题呢 至少说明这个用力没有问题 也说明之前的用力没有问题 对吧 好 那也比较符合我们的预期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代码 其实我们改的代码呢 就是 就是改的份用力 对吧 那我们就把代码提一下吧 commit一下 commit注意test 开头 get at list 这么写 好 把这个pose上去 那到此为止呢 这个at回复这个功能 我们就做完了 我们至少是可以at用户了 对吧 虽然说我们现在at完之后 它还找不到通知 但是我们至少是能at用户了 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部分内容相对来说 比较少一些 而且有点偏前端一些 但是我们也都一一介绍了 我们该怎么去实现呢 对吧 那我们根据惯例呢 我们在check out的master下面 然后还是pull一下吧 虽然说什么也pull一下 好 那继续mort一下 feature feature add OK 你看mort的代码 代码量也不是很多 对吧 说明我们这一节开发量 不是那么大 我们再把这个master 给它pose上去 OK 好 这样的话 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我们的分值 又多了一个 所以说大家在学习的时候呢 在看代码的时候呢 你可以直接去我们的代码库里边 就摸合完代码库里边 去把各个分值拉下来 各个分值都有各个分值 自己的代码 对吧 这样的话 你直接看master里面的代码 就比较多 特别是一开始学的时候 当然我们现在已经快接近尾声了 可是 最后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吧 内容也不是很多 看我们都做了啥 也就是 at功能 输入at 输入at能去 at出来你的关注人 对吧 以及显示at 就是我们at完之后的用户 要能显示出一个链接的形式 这是at的功能 然后回复功能 回复功能主要是前端来做的 前端做完之后 回复其实就是一个 自动填充输入框的过程 回复完之后再去发表啊 一些显示啊 就是本来自己有的功能 所以说回复功能 我们是一个以介绍为主的 前端自己的功能 最后呢 是单元测试 单元测试主要测试了这个 输入at的时候 获取关注人的列表 对吧 因为这块是后端 我们自己做的 其他部分呢 就是以前端为主的 好 那这章就结束了 结束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一个 相对来说 又是一个比较复杂一点的事情 就是at完之后 我们要 要告诉这个用户 我at了你 或者说 我一进到网站中 我要得知说 别人at了我 就这么一种交互的东西 这是微博里面 一个最关键的事情 所以我们放在最后一章来做